灘南市區域會理事長林仕傑槍殺案 在昨天也有最新進度 警方是抓到了這一名 有經手犯案車輛的關係人 進一步要釐清槍手作案工具取得的過程 警長好 灘南市警察局長廖宗山 一早就來到了分局 為偵辦槍擊案的專案小組加油打氣 在離職最後一天十六號就要退休 廖宗山分秒必爭掌握槍擊案情報 警方偵判林仕傑命案十二號先抓到 第二部權力車遺留口罩的張男 他無保赤回 隔天林仕傑生前左右手綽號阿川的 林姓男子也因為通氣遭歹 不排除他在外頭黑吃黑 牽連到林仕傑十五號又歹回 三十多歲的羅姓女子 兩部有犯案車輛的部分有所關聯性 據瞭解搶手陶宜使用的第二輛權力車 和第三輛機車全都是透過羅女臉書購買 但詭異的是打電話聯絡賣家 跟出面取車的都是男性 羅女喊冤說帳號遭到冒用 案情是否陷入膠著 林仕傑8號清晨在自家門前遭槍手 連開十一槍身亡 事發後槍手不斷更換交通工具 變裝逃亡製造斷點 至今還未落網 槍擊案讓外界把台南灌上 慶祭之都 廖中山借退辟謠 是個案不能代表台南治安 記者胡邦松許雄文SNG小組 台南報導